1993年有一部迷你神话剧《武夷先凡界》播出 这部是以大红袍为主线的爱情故事 剧中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故事 当年可是迷倒了一片剧迷 但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 却难掩《武夷严查》这些年所承受的伤痛 如果把武夷山形容成美女 那一定是国色天香 上天给了她美丽的容颜 总会吸引一些罪恶 也许是《武夷严查》伤痛最好的诠释 近些年《武夷严查》凭借高价一词 频频登上殃及媒体 《人民日报》更是灵魂三问《武夷严查》 那么《人民日报》都说了什么 天价查从何而来 天价查受益者是谁 天价查之后 严查如何走出天价查的阴霾 在媒体给《武夷严查》贴上高价 夸大宣传 恶俗花名 大师查 过度包装等标签时 武夷山每一位茶农却直呼冤枉 《武夷严查》就像一位漂亮的美女 总少不了一些花边新闻 为了100%的利润 她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这是英国评论家邓宁格的经典论述 风景优美的《武夷严查》 历史悠久的《武夷严查》文化 和稀缺的茶山资源 让《武夷严查》成为皇帝的女儿 不愁嫁 并为资本追逐的对象 资本拿着与《武夷严查》 《仙凡界》类似的剧本 却演绎出不同的剧情 众所周知 能称之为高价查的《严查》 不仅需要产区的背书 还需要系列的营销 包装 推广 精美的礼盒 与华丽的文案 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深度运作的 如今的土豪也不傻 都知道在文化来包装自己的 那么《武夷严查》到底经历过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新闻中 一窥端倪 比如新华市的这篇 茶商炒作天价茶叶 讲个故事就能卖20多万亿公斤 新闻中的山厂茶 大师茶 恶俗花鸣等 关键词归功于部分茶商炒作行为 那么 是一部分茶商在炒作吗 瞭望新闻周刊 揭开天价严查背后的层层乱象 将外地茶改头换面后销售的文章里 就直指外地冒牌茶入侵 和虚假炒作的问题 另一篇文章 美金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谁是天价严查幕后推手的报道 才倒出了高价茶的核心原因 中国根深蒂固的宋礼文化才是始作俑者 土豪需要面子 领导爱喝 宋礼需要体现价值 商家需要话题等等 这些都共同成就了一泡天价茶 土豪有了面子 宋礼也办成了事 完美的结局 但伤害了武艺山茶农 并且一点一点蚕食 四风整治的成果 大红袍记忆传承人 王顺明的一席话 倒出来茶起的无奈 所有媒体都找我了 问了天价茶 我说天价茶不该有 时代它需要 为什么时代需要 土豪需要面子啊 不是我茶起想卖高价的 是那个人有面子要买高价 他买多少 他买一两 你问他 问多少五一三来的 买一两买二两 又去出一 不是五一三人要天价 是那些大狂要天价茶 他有面子 一定要一泡几千来去冻茶 我啊 给你 风口下的盐茶是什么滋味 人民日报的灵魂三问 更像是自家的孩子被欺负后的保护 反省之后的找问题 提出解决方法 媒体的报道后 武艺山的茶起在行动 武艺山市茶叶同业工会 发公开信反对天价茶 而直呼冤枉的茶农 用正本清源 来形容此次的反对天价茶事件 据媒体报道 天价茶事件导致盐茶名誉受损 中低端茶销售困难 滞销量达到40%以上 现在武艺盐茶打着正盐旗号 才可能销售的现状 14.8万亩的茶山盐茶产量 1万多吨 正盐茶不足十分之一 如何让盐茶回归正常轨道 武艺盐茶的三坑二键天然的稀缺性 必然会成为追逐的对象 如果不化解功不应求的矛盾 天价茶或许还会卷土重来 人民日报或许看到了这一风险 为武艺盐茶提出了 依靠科技突破工艺限制 个性化与标准化共行 建立品质标准等极点建议 小而美与标准化 武艺山也正在尝试 让其相生相伴的方式 盐茶的江湖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人 经历过天价茶之后的武艺盐茶 可以让大众更了解武艺盐茶 就像人生中的挫折 这些人这些事都是生命中的过客 遵从初心 用心置茶的茶农 茶起永远不会受到影响 大家好 我是茶圈阿斗 欢迎关注我 对我多吗 感谢观看